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继续临摹以鹰杯的第22页 那今天的情况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这个因为我在出差当中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拍摄条件没有那么理想 不像在家里 这个还有专门的东西 我是借了一个手机架子 那么笔墨呢是带着的 笔墨是带着的 笔墨指线都是带着的 有一个比较大的平板电脑 可以看着字贴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拍摄的角度呢会有些变化 拍摄的角度 拍摄的角度不是从上到下 是从侧面 用手在这个相机 我的手机是在左边 这个拍摄的那个书写是在右边 是侧着 也换一个角度 另外呢今天的书写的纸张 也跟平时有一些不一样 今天是有一些吸水的皮纸 所以呢书写可能有一些不一样 那不一样呢 我觉得也 我们就尝试一些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环境 从书从事下当用者 包括这个版面可能会重排一下 因为我这个纸张是这个长度 长度跟这个原题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字会重新排 字会重新排 另外这个光源 它也不是那么听话的光源 它是顶光 顶光 那么这个下面会有这个毛笔的这个阴影 但是呢 我尽量把手的这个 这个手的这个 拍清楚啊 手的这个动作拍清楚 第一个书字 只是稍微有些升的啊 比较稍微有些升 所以跟在这个书写速度上 会比在 比在这个复印纸上 书写速度要快一些啊 比较稍微有些升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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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十分钟 比较稍微有些升的啊 比较稍微有点 ! 比较稍微有点 起来 好 这个字是比较修长的一个字 从 计算一下 稍微计算一下 这个要放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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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这也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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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用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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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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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